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规没据的 大哥 不是我给你耍横 你也知道我现在无路可走必须找个帮手 原贾是个好帮手 我可以带好他 把他培养成一个名阳四海的标诗 绝不会比你当年差 都已经走到这地步了 你难道还想左右你儿子的人生吗 我不管 你也不要管 原贾 来 你选哪边 你说吧 原贾 不要忘了我们俩说过的话 我觉得余大叔说的也不无道理 好值儿 我知道你会这么做的 原贾 现在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 爹 我知道我在说什么 我们其中任何一个人 都不希望余大叔因为压镖而涉嫌 可是我们谁都阻止不了 所以 我还是愿意跟余大叔去的 可是 这一切都是我之前的想法 现在我必须留在霍家 留在我爹身边 我得保护霍家 我得坐他的腿 帮他站起来 对不起 余大叔 我不能跟您去 那你的意思是想跟我过过招 你可别忘了 你可是我的手下败将 你还是我一手交出来的 原贾 你过来 跪下 你愿意做霍家权的传人吗 好 拜过师 你就是霍家权正宗的传人了 你现在可以跟你余叔父过过招了 你现在可以跟你余叔父过过招了 我只想你 死了 交给你了 刘普快 你小子也落在我手里了 我让你享受享受 老虎蹬 辣椒水 奇木驴 摔死驴 竹签子 竹叉食指 喝凉水 那我想给你吸大烟等等等等 三十多种 你要不要试一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让你背叛我 让你暗算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搞错了吧 记住 你是进入血光圈的人 不做你就得死 我现在就能轻轻松松的杀掉你 连霍家的人也保护不了你 我 可没有收过你那么多的钱 钱还会一分不少的给你 但是你要努力去完成任务 现在我告诉你们 最后一个机会 在这个地方 我还安排了许多其他的杀手 你们记住 霍恩帝必须葬身在药王面 剩下的就看你们二位怎么做了 人家 忘了对手 忘了有形的招式 忘了自己 等下 你 下盆稳固 尽力威猛 事事先接 无邪可侵 不信员空 身姿舒展 协调连绵 一打七计 如影如幻 随眼随便 刚柔相顾 随泄随收 参见少主 你们做得很好 霍家的人都到了药王庙 是少主安排得好 一切都在你的掌控之中 他们一路杀来 灭了那么多江湖好汉 说明他们不好对付 我们必须要转换手段 不能来硬 要做到人不知鬼不觉 听少主的 今天晚上他们会非常警觉 不能动手 要动手就要拖到明天晚上 把他们都拖得累 我们就好动手了 还有 这次不要心软 不光把霍家的人全部杀掉 还要把随同他们来的人 像余洪水牛不快的一起消灭 那包眼人和大巴脸人呢 他们可能会反过来帮助我们 不过 如果需要 杀掉他们也没什么 少主师父 霍原甲和余洪水 在院子里打起来了 打得很热闹 怎么会 好像余洪水要离开他们 不可能 也许这是阴谋 你们过去看看 有什么事情就告诉我 是 走 好 你功夫虽高 却缺乏狠劲儿 你功夫虽高 却缺乏狠劲儿 听我的 谋虎下山不见山 恶狼眼中肉为天 夫妻 甫兰小姐 吱兰小姐 出什么事了 没事儿 练功呢 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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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我说呢 杀父多妻 仇人在 就是 没事 不用担心 他们练武呢 大半夜的这么多人练武 你不死掉我难活 余大叔承认 远毒服输 输了就是输了 没什么好说的 大哥 你有个好儿子 论资质 论阅历 论力道 远甲都是输给你的 大哥 你知道我洪水的脾气 打不过就是打不过 输了就是输了 既不如人 不用招捕 我只想告诉你 你没有输给别人 而是输给了你自己 你败给远甲的正解 只是在于 你刚进过马 回转不足 正所谓强疾则辱啊 凡事不要过满 要记得回头 我们兄弟一程 我不能亲自前去帮你 就送你这句话 你要记住 你我兄弟再见 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谢谢大哥 洪水不许此行 人家 我大哥是最好的师父 也是最好的父亲 好好珍惜吧 宇大叔 我感谢你 我等你 他原先是一只猴子 现在又是一个黑影 这个人很神秘 他的本事可不小 能布下这么大一个局的人 肯定不是一般人 你还要杀护恩帝吗 废话 要不然我来这干嘛 他已经两次不杀你了 杀他 是我的问题 他不杀我是他的问题 你下得了手吗 我看你下不了手了 我害怕的是 血光圈 什么狗屁血光圈 我只有仇恨 志澜 原家 时候不早了 你们都回去休息吧 明天带我送送洪水 是 老爹 爹 为什么这个时候要赶走于大叔 是他自己要走的 他想走 我终于明白了 这么多年 他变了 他不是来帮我们的 他是趁火打劫 趁火打劫 他趁我们货家有难 居然来招兵买马 难道你没有看到吗 他要带你走 去开什么标局 他是拿你去赚钱 多年的老友了 竟然变成了这样一个人 人心真是难测 我真的很痛心 孩子们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要团结一心 生死关头马上要来了 原家 你为什么不跟洪水走 我们才是一家人 我不管怎么样 都不会离开你们的 这样才像我儿子吗 魂帝跟余洪水分开了 我总觉得不可信 搞不好这是他们的寂寞 江湖人士 翻手为鱼 覆手为鱼 也难说 分手就好 我们少了一个对手 师傅 天快亮了 我们也去睡吧 明天再说 我让你准备的那件事情怎么样了 师傅放心 药三天前我就配好了 足够杀死一百个人的量 好 明天晚上我把他们全部请来吃饭 把药撒进每一个菜里 不出一个时辰 我就把他们全部彻底解决了 小子 真的不跟我走啊 好小子 不拿你兜趣了 原家 你有你爹的沉稳持住 骨子里还多了点锐气与傲气 加一时 你会成大气的 人家 别看我粗人一个 我可是会看命理 你和芷兰丫头 一个是我大哥的儿子 一个是大刀的独生闺女 等成亲的时候 记得请我吃杯水酒 如果我真能娶到芷兰 我一定带她去看你 江湖中人 别离不贪重逢 杀风景 咱俩要是有缘的话 会在江湖上相见的 是有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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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家 还有几句话 等事情都过了以后 你帮我转达给大哥 您说 一呢 我趁火打劫 逼大哥出山 这事不对 给大哥赔个不是 二呢 其实我也眼看着 这条路 到了头 可我没办法 只能走下去 有句话 是怎么说来着 闻走走的 急流是 急流永退 未知之机 对 就是这句话 这大哥能退啊 是因为回头有你们啊 我是洪水 退不了 只能在这江湖里扑腾 淹死为止 当年 刘老板那趟标 我也感觉到不稳 可我太想打响名号 太在乎面子了 结果呢 总之 一句话 都是我不对 向大哥赔个不是 告诉大哥 要是有下辈子 他还是我大哥 我还是他的小弟 余大叔 您的话 我一定带到 江湖再见 霍大白 您找我 农尽孙 你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况吗 现在我也是一头雾水 那个人把我们约到这儿以后 迟迟没有出现 现在谁是对手 我也搞不清楚 不能再等了 我们要找个机会 主动出击 一定要把背后那个人救出来 霍大白 那那我现在该怎么做 我这里有一封信 你尽快下山 以最快的速度找到你爹 把这信给我爹 现在只有你爹才能救我们 你下山越快越好 那然后呢 等见到你爹 跟你爹一起来这里 好 您放心 霍大白 走 展鹏 展鹏 你干什么去啊 少爷 我回去收拾一下 拿点东西 这都什么时候了 还收拾什么呀 坐坐 快下山 少爷 我觉得不太对呀 怎么不对了 你看 现在霍老爷身边 正需要人的时候 怎么突然大家都走了 刚才约红水大叔走了 现在咱们也走 你不觉得这有点不正常吗 也是 那这封信怎么办 霍大白特意嘱咐我 让我以最快的速度 交给我爹 少爷 要不这样 你下山去松信 我留下来陪着霍老爷他们 如果有什么意外 我也好给你报个信啊 这 农记孙 霍大白 我知道你们会犹豫的 所以我再出来跟你们重申一下 这封信很重要 你和展鹏赶快把它送下山 我们的生命安全 都在这封信里面了 快去 好的 霍大白 您放心吧 展鹏 我们走 好 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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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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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以后就可以叫你嫂夫人了是吗 闭上你的臭嘴 不是 我这么看你总在他房间里 我以为你就 阿福 再不闭上你的臭嘴 我就把他开得再大一点 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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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嫂夫人 小姐 小姐 有事吗 有有有 我觉得啊 老爷有点反常啊 怎么反常啊 他好像要孤注一掷了 有屁快放 老爷找你过去生了大事 知道了 快点啊 大家都知道 我们霍家将面临一个灭顶之灾 有一个我们不知道他面目的人 动用各种力量 要置我们霍家于死地 虽然我们进行了多次抗争 但是这一次 我们到底还是要进入最后的决断 也许今晚上 他们就会来做最后的了断 这一定是场殊死的搏斗 有所牺牲 是在所难免 所以今天我跟大家说几句心里面的话 我的夫人跟我一辈子 为我生了三个儿子 本来可以享受天伦之乐 却要饱受逃难之苦 我对不起她 但是我们老夫老妻 虽生不同日 死也要同学 我的三个儿子 还有我的女儿 虽然他们已经长大了 但却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得罪了人 种下了祸根 给他们带来今天的破汗 但是我谢谢他们 我谢谢他们 紧紧地跟着我 和我战斗到底 还有我的儿媳妇 嫁进我们霍家 给我们霍家生了孩子 却要抱着孩子来逃难 对不起 让你受苦了 还有辣梅 阿福 我们霍家的丫鬟和仆人 为了生存 在我们霍家 操劳多年 就好像一家人一样 但是你们 都有父母 有孩子 有亲人 你们的亲人 需要你们 离开我们回家吧 我相信我的仇人 会网开一面 不会为难你们的 你们走吧 如果我能度过 我这个难关 你们再回来 我知道 我的仇人 就藏在我附近 看不到的地方 我求你 求你放过 我的儿媳妇和孩子 我求你放过 我的女儿芷兰 放过我霍家的丫鬟和仆人 让他们离开 因为他们 跟我们之间的仇恨 没有任何瓜葛 我会跟我的儿子 留在这里 面对面跟你来一个了断 我给大家 准备了盘缠 你们趁着天黑前 赶紧下山 离开这里 我不走 我是爹的女儿 我要为霍家战斗 我没爹没娘 从小在霍家长大 我哪儿都不去 我要和小姐在一起 我也不走 我是霍家人 我就坐在这儿 看谁能够 打败我们霍家 谢谢 谢谢你们 我们霍家是清白的 我们霍家正气凛然 人神共之 苍天可见哪 渴死了 这是 这是 过来 你们俩 跟大哥说说什么情况 大哥 要我们要进不去呀 大哥 我从后面翻了过去 可是我没想到 大哥你猜里边是谁呀 啰嗦 到底是谁 全是霍原甲的家人 十几口子 霍原甲的家人 难道妖王庙里的人 都是他们杀的 据说过去也是江湖人士 会不会被官府通缉 逃到山上来了 不派出这种可能性 大哥 杀妖王庙的行动 我们都做不出来 兔子急了还要人呢 把他们逼急了 完全有可能 下烧比咱们还狠 再说 霍家的人 是被官府逼得走投无路 很有可能跟咱们一样 来战胜为王的 那咱们该怎么办 咱们先 静观其变 在咱们的地盘上 得是我说了算 你洪水书 也算是你半个师父 我赶他走 你会怪我吗 爹 我知道你做这一切 都是为了我们 为了这个家 那你觉得我做的对吗 爹 时间会证明对错的 你还是怪我 洪水书走了 你是不是有点舍不得 有惧有散 这我是知道的 事情结束以后 你会去找他吗 我也不知道 好了 好了好了 老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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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事了 说 刘普快从昨晚就不见了 到处也找不到他 也不知去哪儿了 他会不会一个人走了 应该不会 他的东西还在这儿 再说他现在一个人离开 也不可能啊 那他会不会被人控制了 一定要找到他 千万别让他发生事情 对了 那个买药材的那个人呢 怎么他人也不见了 他好像一直在庙里面关着 也要注意这个人 找一找 一定还在这个院子里 希望他不要有什么危险 来来来 来来 别叫 你知不知道 什么叫一报还一报 你说 我就是一个平民老百姓 我又没犯法 我又没犯朝 你凭什么给我用行 就因为你是个捕快 你还是个过时的捕快 我警告你 我现在是霍元甲的人 你最好不要再招惹我 否则 我保证 你去不了动着走的 你是霍元甲的人 我呸 我才是霍元甲的人 你说 你是不是欺负过我 和霍元甲 看来霍元甲是下了决战的决心了 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 我们不和他正面冲突 改换一种战术 以另一种方法消灭他们 可是刚才有消息说 有二十几个武林高手 已经到了山下 准备妄想 一起拿下霍元甲 那是少主的第二套方案 假如我们这个方案失败了 他们马上进攻 这次霍家再也没有退路了 为了消灭霍家 少主精心准备了二十年 不达目的 他是不会罢休的 师傅 我刚才碰见他们那个胖子 问我见不见过刘捕快 他们好像在寻找刘捕快 这个人在哪儿 我把他坏事儿 就把他关到后面的山洞里面去了 把他赶掉 扔到后面的山谷里 省得麻烦 那个满人身的家伙呢 也一起赶掉 少爷 少爷 你 你在这儿干什么 于大叔走了 我也十分舍不得 他明明知道前面的路是荆棘密布 但还是硬着头皮走下去 身不由己 爹也一样身不由己 你说 江湖就真的那么进退两难 一旦走进去 就再也出不来了吗 少爷 你说的话太深奥了 阿父听不懂啊 对了 我刚才找了一圈 也没发现一个能藏人的地方啊 你看见前面那个塔了吗 看见了 塔下面有个密室 也许人就在那儿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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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伯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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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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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爷 今天是正式给你接风 你说过 现在是特殊时期 今天晚上会有意想不到的危险 所以我就把这顿饭提前了 我想我们在天黑以前 吃完这顿接风宴 你看如何 你应该离开妙龄 我们怎么能够离开呢 这个地方是我们的 你们又是客人 我们怎么能抛弃你们呢 我希望大家吃得饱饱的 喝得好好的 今晚好战胜对手 要王 恕我们不能喝酒 酒只是个摆设 喜欢的品一口 来来来 请入座 霍老爷 今天下午听了你给家人的一席话 深感是为好汉 敢做敢当 佩服 佩服 年轻时 只是为了往前走 不知不觉中 得罪了人种下了祸根 这样的苦果必须自己吞下 所以我希望对手 能够理解 我们一起 共同解决仇恨 你真是太大气了 来来来 各位 冻筷子 妖王 现在人还不齐 我二弟还在外面转 我找了几圈也没有找到 咱们再等一等 我去找找他 他到哪儿去了 应该就在院子里转 不会走太远 好 妖童 你去找一找 快先回来 明白 大阿 我们就稍等一会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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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头 你究竟是什么人 我的老大还没说把这件事告诉你 你也是和追杀我父亲的人是一伙了吗 以前的事我不知道 以后的事情我也不能告诉你 那你能告诉我什么 今天这里就是你们的坟墓 哎哎哎哎 冤枉啊冤枉啊 我和他们不是一伙的 我知道你们不是一伙 可是你走错了地方 在你不该出现的地方出现了 霍原甲你告诉他们 我和你们不是一伙的 我 你把这个人放了吗 霍原甲 我不会像你父亲那么仁慈 今天你们就作伴上路吧 哎 那 那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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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